糟了糟了 我把王红妈妈的皇冠弄坏了 她一定会惩罚我的 这可怎么办啊 我有办法了 我把这个碎片都放在这 白雪这么善良 王红妈妈就算以为是白雪弄坏的 也不会这么惩罚她的 走了 对了 你们谁也不许告诉王红妈妈这件事是我做的 知道了吧 那不是宾儿姐姐吗 她怎么在白雪姐姐家门口啊 真是奇怪 兄妹 你知道这个足球是谁的吗 足球 我记得这个足球是谁家发的 我每个孩子都有 什么 每个人都有 到底是谁把这个足球掉在我这里的呢 我的王冠 肯定也是这个足球的宠人弄坏的 不行 我必须得知道 是谁弄坏了我的王冠 孩子们 你们能告诉我 这个足球是谁的吗 还有 我的王冠又是谁弄坏的呢 什么 独球 这件事是怎么这么做的 什么 没想到王红妈妈这么快就发现 王冠坏掉了 孙狠香 我不能让她知道是我弄坏了王冠 如果那个人能主动地承认错误 勇敢地站出来的话 我肯定会原谅她的 哼 才不会站出来承认错误呢 小朋友们 你们也不许告诉王后妈妈知道了吗 看我的 王后妈妈 我知道是谁弄坏了你的王冠 是谁 王后妈妈 我亲眼看见 白雪把足球推到了你的房间 然后就拿着碎片出来了 这件事小的一定是白雪做的 什么 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威儿姐姐 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我才没有冤枉你呢 白雪 你就承认错误吧 王后妈妈 我们现在去白雪的房间看看吧 看就看 反正肯定不是我做的 王冠的碎片居然真的在这里 白雪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孩子 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王后妈妈 要相信我呀 我现在要把你打扫一个星期的地 不要 等一下 王后妈妈 这件事也许不是白雪姐姐做的 什么 兄妹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不是这样 我刚才看见 贝儿姐姐从白雪姐姐的家里出来了 会不会是贝儿姐姐 把碎片放在白雪姐姐的家里了 你撒谎 我才能做那样的事的 我知道了 你和白雪姐姐是一活的 你们故意冤枉我的 我没有冤枉你 我真是看见贝儿姐姐 从白雪姐姐的家里出来了 我没有撒谎 我也没有撒谎 我就是看见 是白雪打碎了王后妈妈的王冠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再吵了 既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谁是凶手 那就让聪明的小朋友们来帮帮我们吧 小朋友们 我现在给贝儿和白雪的头上打算编号 你们快点击关注按钮 然后把真正凶手的编号 发送在评论区里吧 我一定不会原谅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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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